这样你们再复制一个复制一个这个刚刚做完的结果 然后在底下做两个按钮一个按钮是输入数字 这个数字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上面的数字如果是多少的倍数 假设是7的倍数的话 那我就做一个什么 更改它的字的颜色跟底色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去比一下每一个都捞出来 然后跟这个数字 看看是不是他的倍数 或者是他一样的数字 一倍或两倍按确定 OK 做出来之后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 这个 找到的数字 换个颜色 换个底色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基本上 其实主要就是第一个input box我想各位应该都会吧 对前面做蛮多的 然后取得这个数字 取得某个数字 或者你要再加5按确定 5又帮我加上去 5又加上去 所以5跟7都有了 那你可以再做个回复 回复就是全部怎么样 颜色回复到一样的颜色 这地方该怎么做 出入 回复 那基本上 这个顺便讲一下就是说 求余数 也就是说如果你抓出来只求余数 跟什么比呢 跟7 如果余数为0的话 那表示整除 整除的话 就帮我做什么呢 做颜色的改变 那这要怎么做 我想各位 先想想看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再来的话就是说输入数字 然后 就可以改变 输入 3 然后 回复 全部回复 输入回复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里面的程式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来看一下 我已经把那个完成的画面好像已经放上去了 当你按一下 这个按钮的时候其实就多一个动作就是 Input Box 有没有 请输入一个整数 然后取得一个A